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祷告中就预备用美好的生活或美好的生命做主题 所以我在三月的时候在这里分享了 昨日 从昨天的那个角度来看我们每一天 所以在三月的时候我分享了 昨日成美好这个主题 上个月我在甘城华人教会 就是李宏钧牧师的教会 我分享了第二个主题 就是今日真美好 那今天我愿意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三个同样一个系列 从第三个角度 就是从明天角度 明日更美好这个主题 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的智慧 如果对前面两个系列 同样一个系列信息有兴趣的 如果你没有看过都是在网上 大家可以回去看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来看福音 那我们今天就重视来看明日更美好这个主题 我记得我在三月份 我在决定讲这个美好人生这个系列 讲到第一个主题 讲到昨日成美好那个主题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问我说 为什么讲昨天呢 应该讲明天更美好才对 所以你看大家的思虑一下就跳到明天 那我还在讲昨天 还没讲到今天的时候 就有人就急着想要听我来分享 明天怎么样用 在圣经的智慧里面 帮助我们怎么样子 从神的智慧里面来看明天 那我们今天终于呢 在今年这个第三个系列里面 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 可见大家对明天 显然是非常非常地重视 明天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过去也许有一些悲伤 也许有一些幸福的地方 但是不论我们过去是不好或者是好 明天都有一个很大的决定权 对吗 如果明天有一个很好的明天的话呢 我过去的悲伤可以被抹去 我如果有一个很好的明天的话呢 我过去有很多幸福的事情 能够成为美好的回忆 那反之呢 我如果明天不好的话呢 我过去的悲伤就成为我更大的悲伤 而我过去的幸福呢 也在我们将来的悲伤里面呢 就一同被抹去 所以明天在我们的心中呢 显然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因为它决定我们昨日的悲伤 是不是会抹去 然后我们过去的幸福呢 到底会不会在明天留下回忆 那同时呢 明天也对今天有很大的决定权 对吗 我们今天人 我上次以前已经分享过 我们人是一种最奇怪的动物 其他所有的动物呢 通常是今天满足了就满足了 我们理性的人也可以思考做 照理说明天是比较不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明天究竟是什么 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很明显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因为 过去跟现在的满足而满足 我们都会想着明天 除非你过去或者现在的幸福 或者什么事情 可以延续到一个相当的未来 你今天才会有满足感 所以人是一个非常非常注重明天的 所以明天会决定我们今天 如果我们今天在困难当中的话呢 明天会决定我们今天困境 是不是能够解决 如果会的话呢 我今天的困境呢 还可以熬得过去 对吧 因为有个盼望 那如果说我今天的困境 我在想到说我要 能够有转机是遥遥无奇的话呢 那我今天就过得很痛苦 所以呢 他会明天也会决定 我们今天的困境呢 是不是能够有转机 那同样的 我们今天的平安 如果没有办法延续到明天的话呢 那我今天的平安 也不能够带给我真正今天的平安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明天实质上是非常重要 因为它决定我们的过去 也决定于我们的现在 所以因此我们 所有一切的计划的中心 都是为了明天在打算 我们都想要掌握它 但是掌握不了 想要去猜明天到底做什么 今天用了很多很多方法 来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计划 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 明天做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角度 来看明天的时候 看看圣经里面的古旧智慧 会不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态度 来看待我们每一个明天 我相信每个人都 希望明天更美好 我们每个人 明天到底会不会好 我们不晓得 但肯定每个人都希望明天会好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不希望 明天会更美好的话呢 或者我们不相信明天会更好的话 那今天根本上是没有办法过了 我们今天人在进步的这个过程里面 唯一的动力就是 我们至少相信明天会更好 那究竟明天会不会更好呢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那我们来看一看 在我们今天的周遭的环境里面 到底我们怎么样地来决定 我们对明天的看法呢 当然我们今天 在谈这个明天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现在都处在一个 COVID-19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危机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今天我们来思考 明天事实上是非常恰当的 因为在平常 一个很平庸的环境里面的时候 我们每一天的日子 好像都是一样 我们每一天好像都是 就是一天就过着一天 但是今天不一样 我们今天每天都在 面对了一个很可怕的明天 因为不晓得明天 这个COVID-19的结果 到底是怎么样 也许很多时候 我们会看到一些好消息 说这个vaccine 还是对各种的变种 都有关系 都有好处 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坏消息 阿斯兰拉巴 死了非常多人 然后我们看到 加州还不错 又得到控制 然后我们看到说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说这个变种还是挺厉害 然后我们就不断不断地 看到好消息 坏消息 好消息 坏消息 好消息 坏消息 这是我们每天的过生活 你如果 你的每一天 是要跟着新闻走的话 那你的心 肯定要得心脏病了 因为一下好消息 一下坏消息 你至少会得一个 心率不整的问题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来面对这么多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面对明天呢 除了COVID-19 我们来看看国际局势 我们对最关心的 就是中美的局势如何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世界卫生组织 这个简称为 Who WHO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呢 它会关心我们 Really 你相信吗 Who cares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圣经里面怎么样子 用一个例子来给我们看 这个例子呢 是耶稣 他在传道末期的时候呢 举一个例子 让我们来开始思考说 我们到底应该用 什么样一个正确的态度呢 来思考我们的明天 我们来读一下 今天这短短几节经文好吗 我们请一同起立 路加福音十二章 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路加福音十二章 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我读双数节 请弟兄姐妹跟朋友呢 跟我们一起 用起因的方式读单数节 路加福音十二章 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 田产丰盛 又说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 要归给谁呢 请坐 耶稣做了一个比喻 说有一个财主 他有一个问题 然后他就在心里琢磨 然后找到了一个对策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里面 上帝要我们学什么呢 这边有从十七十八十二十四节的经文里面 请大家看一下 然后回答我一个问题 这是 显然是一个对话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问题是说 这四节里面 有几句话是财主说的 有几句话是神说的 那财主说话向谁说 这个神说话向谁说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有几句话是财主说的 财主说了几句话 财主说了三句话 那神说了几句话 神说了一句话 财主说了三句话 他对谁说 对谁说 标准答案 十七节 自己心里思想说 他心里面在想 他在说 然后十八节又说 又说还是在心里在说话 对不对 那十九节对灵魂说 灵魂说是谁的灵魂 他不可能对别人的灵魂说 所以三句 十七十八十九 有三个说字 全部都是自说自话 那最后一个是神对他的回应 是神对这个财主说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 一个pattern 人的思想的一个pattern 对这个财主的例子来讲呢 他心里有一个问题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太有钱了 他不晓得他现在这些东西要放在哪里 很有钱的人他会注重说 他现在的东西呢 是不是能够保持他的保值 对不对 他有钱全部放在银行也不行 对吧 他想办法投资 那投资哪里比较稳定呢 所以他在心里想说 我出差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 于是他又自己又对自己说 他想到一个好的法子 那他就扩充嘛 他就扩建 扩建可以存在更大 那当他找到这个方法以后呢 他心里就平静了 于是十九节 他就对他自己说 啊 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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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我可以安安逸逸吃喝快乐 这是他的一个思想态程 那上帝在这里 耶稣用这个比喻就说 上帝就对这个人 所做的这个思考的过程 做计划的过程呢 就下了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很有意思 叫做无知的人啊 无知的人 父 就是说你笨啊 你傻啊 你是脑子有问题啊 今夜要你的灵魂 你这些计划 到底要怎么样子归给谁呢 这是上帝做的一个结论 那这个例子里面呢 耶稣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怎么样子面对明天 那也许当我们在看 这个例子的时候 你直接会想到说 哎呀 我又不是财主 我口袋里面都没几块钱 那这不是我的问题啊 这好像离我挺远的 这是财主有钱人 才会有的问题 对吧 所以你觉得这个例子 好像离你挺远 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 你必须要注意这件事情 圣经里面主要讲的是 一个属灵 属灵的原则 你看圣经的时候 非常要注意 就是要把握原则 因为你如果要一个一个字的 对号入座 要一个一个case 要能够完全来match 你现在状况的话 那你读圣经就很没确了 因为你发现很多东西 都跟你没有关系 譬如说这边你一看到 这是财主 这是有钱人的问题 那你就跳过去了 你觉得跟你没有关系 对吧 所以看圣经的时候 你要注意 你要把它 怎么样 你要看它的 你要注意看它的原则 而不是看它这个case 当然这个case 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case 如果刚好是符合你现在状况 那当然很好 但是一般来讲呢 不会有那么大的巧合 很多时候呢 是一个原则性的 所以我来帮助大家 怎么样来看这段圣经 很简单 它这个整个思考架构里面 三句人说的话 一句神说的话 我们把它通俗化 我们把它generalize一下 很简单 把后面的字全部拿掉 就变成这样 自己心理思想说 要怎么办呢 又说我要这么办 然后十九节 还是对自己说 我们 It's ok 我们安安宜宜 这就是刚刚 看一下 再看一下 OK 这是介绍给各位 你读圣经的正确的方法 因为你如果一个一个字 要对号入座的话 你认为这是有钱人的问题 那这个是我们要学的 好 那当我们要看到说 这一段圣经的古旧智慧里面 告诉我们怎么看明天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填充题 我相信每个人 在面对明天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明天都有一个问题 你今天都在做计划嘛 谁今天没有计划呢 学生在计划说 我今天要读什么书 然后我今天要学什么专业 快要读完了 我在想说我要找什么工作 这一天 每个人都有问题的 学生有学生问题 家庭有家庭的问题 父母有父母的问题 你要想说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要在哪里 要在哪里读书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问题 所以事实上每个人 随时随刻心里都不断地在思想 所以这个问题让我们来看说 今天上帝用这个例子 帮助我们 让我们来知道 怎么样子用一个智慧的人生 用一个智慧的方法 来计划我们每天 所以你心里面想说 我今天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你就把那个问题 放在那个空格的地方 然后你就会想着想 你一定有一个计划 你会想说 我要处理这个问题 然后我要怎么办呢 我要怎么办呢 譬如说 我现在需要买一个东西 你就说 我心里是想说 我需要这个东西 我怎么办 然后你说怎么办呢 你就要想到说 需要去哪里凑钱 或怎么样地 拿到经济的支柱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 我可以解决那个问题 如果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你今天肯定是不平安的 因为你不晓得要做什么 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说 你今天的问题 要该如何解决 那通常当我们有办法 来解决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进入到 第三个阶段 我们心里就会有平安 安安 意义 快乐 反正 那个问题在 问题的确存在 但是我有法则 我慢慢来做 指日以待 指日以待 就是按照我的计划来做 那基本上我们今天 上帝要我们用这个例子 来看我们 怎么样计划 每一天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这个 很简单的 一个三个的填充题 我相信每个人 这个时候呢 不用花太多时间 你可以很快 把你的问题呢 就填在里面 很快很快 把你每一个人 你现在思考的问题 就填在这三个空格里面 当我们把这个三个问题 填好以后呢 我们就要想掉说 那神会怎么说呢 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财主的问题 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 就是当我们 在做计划的时候呢 我们把上帝忘记了 很少有人 在做计划的时候 把上帝放在里面 都是在计划做完以后呢 把上帝放进来 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呢 可能会说 把所有计划做完以后呢 最后呢 请上帝来盖章 求主来帮助我 让我来祝福这件事情 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 是不是有上帝 在我们当中呢 当我们在做人生的 规划的时候 你有的这个三个问题 解决以后 你是不是在 你计划的开始 就来思考说 上帝会对我们说什么呢 好 我们来看这个 刚才这个例子里面 神借着这个比喻 来说的最后两句话 我们今天的重点就在这里 神对这个人说无知 说你这个计划是很差的 简直就是富 就是非常笨的 因为你预备的方式不对 然后后面讲到一个 在神面前不富足 所以基本上 在上帝的这个例子 给我们的例子里面 我们看到两方面的问题 这个例子的本身 并没有提出答案 但是在其中呢 告诉我们一个 思考的方向 这里面神说 我们的计划不好 这个计划不对 那不好不对在哪里呢 我们该怎么改进呢 这个问题里面 并没有直接说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第一个 上帝说 人这种思考 这种思路 这种计划的方法 在预备上是 大大的有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 预备明天的时候呢 我们到底要预备什么呢 我们怎么样地预备 我们明天呢 显然这个人 他在预备 这个财主 或者我们每一个人 在做计划的时候 我们都在想说 明天跟今天 至少是一样的 或者是我们都会 至少会假设 明天我的命还存在 我明天还活着 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说 上帝说 如果今夜 今夜你的灵魂 就已经离开你 你的生命 到今天为止的话 你这些计划 还能够成就吗 所以我们在这里 上帝来告诉我们说 这个人的计划 他的问题在哪里 他的问题是 他的预备的方向有问题 他对明天的预备呢 是有很大的问题 在21节讲说 在神面前不富足 这是我们接下来 今天我们要看 什么叫做 在神面前富足呢 显然这个财主 他并不明白 对不对 他想到他的财富 就是他那些赚来的钱 他有很多的财物 他要想办法 用一个大的仓库 把它装起来 他心中想的财富 就是他的出产 他的田间的出产 或者是他的 所有的资产 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说 富足的时候 今天讲到说 很富足 这个人很富的时候 我们想到了 都是他的钱财 想到说他很有钱 但是上帝在这里讲了说 显然对明天的预备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在神面前富足 或者不富足 那到底什么叫做 在神面前富足呢 到底是要如何 能够在上帝面前富足呢 这是我们接下来 要看的问题 因为这两个问题呢 直接关乎 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个 很正确的计划的方式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今天打算用 马太福音24 25 26章 三章里面 耶稣讲的几句话呢 我们来做一个结论 来探讨 刚刚前面的两个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样地 来预备明天 或者什么要做 在上帝面前富足 马太福音24章 25章 是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以后 最后一个礼拜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以后 他在星期五 就被挂在十字架上 这是在星期二 发生的事情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以后 不到一个星期 就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 这是最后 耶稣讲的最后几句话呢 我们今天从耶稣讲的 最后几句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能够从其中 学习到说 上帝 神 怎么样地告诉我们说 明天到底是 要发生什么事 所以在星期二的时候呢 耶稣就讲了这段事 那这段事情 我们要感谢这些门 他的门徒 因为他的门徒呢 偷偷地来问了他 如果门徒没问的话呢 耶稣还不会讲这个事情 有些人就问他说 到了末世世界末了 到底会有什么预兆 于是耶稣就回答他们说 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在星期二发生的事 星期二的时候 耶稣就告诉他们说 将来要发生什么事 我们今天在预备明天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明天究竟是如何 如果我们连明天是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计划 怎么可能会对呢 所以上帝借着这段话呢 就让我们知道说 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这for sure一定会发生的 明天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 耶稣回答说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这讲到战争 有很多的战争 会有饥荒地震 饥荒地震是讲到天灾 天灾 然后很多假先知 所以不外乎呢 明天要发生的事情呢 就是天灾人祸 天灾人祸 这是神亲自在这个 借着他的耶稣基督 神的神子 他亲自向人启示 将来一定要发生的事情 就不在乎 基本上就是 有很大的灾难 还有很大人为的问题 会在将来 我们的每一个明天里面 会出现 那当人在面对 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人的反应是如何呢 耶稣就讲说 说将来这段日子 在面对这些灾难之前 人的反应是如何呢 他说人的反应 就跟在第一次大灾难的时候 人的反应是一样的 第一次大灾难是什么 第一次大灾难就是 人死前的那个 很早很早的洪水 就是挪亚时期 那个时候 地球上有一个很大的洪水 那一次呢 所有的人类被毁灭 只剩下挪亚一家 八口的人存留 其他所有的人畜 生灭都被消灭 除了在他一家八口 还有他带上的那些 一对一对洁净的 这个牲畜以外呢 几乎没有无一活口 那是第一次的灾难 那耶稣就讲说 将来也会有大样的灾难 有天灾人祸已经讲了 那人对于将要来的这种 大灾难的反应是如何呢 耶稣就讲了说 人的反应呢 跟第一次大灾难的时候 是一样 怎么样一样呢 他就说 照样吃喝嫁取 在那个时候 说人是照样吃喝嫁取 一直等到那一天 大灾难来的时候呢 全部 他说人子将来的时候 也是这样 那个时候两个人在田里 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这是耶稣在讲到说 将来一定要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从耶稣讲到 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知道将来 必定要发生的是什么 天灾和人祸 那人的反应是什么呢 人的反应是照样吃喝嫁取 人的反应就好像没事一样 好像没事一样 大难临头 但是人的每天过的生活 就好像无灾无病一样 照样吃喝嫁取 只等到那个突然的 那个灾难来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有个取舍的问题 少部分的人 他们够警醒的 他们可以存活 其他呢 全部都像第一次灾难一样 被洪水吞灭 照样吃喝嫁取 在美国有一句谚语 叫做Life Goes On 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美国人常常讲到Life Goes On 我记得我们还看了一个 很老的一个影集呢 就叫Life Goes On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不管 在你什么样子的环境里面 你今天不管多痛苦 Covid-19也好 或者是什么 有各种的变种也好 Life Goes On 对不对 Life Goes On 换成中文就是 我们还是要活着嘛 照样活着 不管你今天有什么环境 不管有什么样的灾难 人还是要活着啊 注意 这就是这里讲的 照样吃喝嫁取 就假设没事发生一样 好像没有事情 但事实上大难临头 但是人心里面 面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是照样吃喝嫁取 因为有这样子一种心态的缘故 所以才会有这么很多的计划 对不对 我要计划明天要怎么样 然后我就想到说 这样搞定了 我可以安安依依了 因为当他在做计划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考虑到 明天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变数 因此他的计划里面 没有把最重要的变数 放在里面来考虑 所以上帝就用了这个例子 告诉我们说 如何要来面对明天的时候 很重要的是这个 我们要明白明天究竟是如何 神已经起诉我们说 明天会有大的灾难 但是人最大的灾难是什么呢 人最大的灾难 是在灾难面前的无知和安逸 事实上大灾难本身 大灾难是很可怕 但是耶稣在这里在讲的 人要面对的大灾难 不是灾难的本身 灾难的确是很可怕 但是那不是最可怕的事情 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最可怕的人类最大的灾难 不是灾难的本身 而是面对灾难的那种无知 和那种自己虚妄当中 产生的安逸 这是安逸无知呢 是耶稣告诉我们说 将来一定要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 Life goes on 那是最大的危机 最大的危机不是COVID-19 不是周恩委关系 不是地球的变异 不是天气的变化 那些可能都要发生 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 那不是最大的灾难 最大的灾难是 我们不认为圣经里面 讲的东西是真的 我们认为说 那嗤之以鼻 认为说那些语言是假的 我们认为说 我们就照样吧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要做什么计划就做什么计划 对于上帝的警告 是完全弃之不顾 这是一个最大的危机 这是耶稣讲的 将来必定要发生的事 在25章的时候 同样一天 耶稣就继续开始讲了很多天国的比喻了 在其中的一个 说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好像什么 好像一个天国 天国来的时候就有一个主人 主人他把一些财产交给他的仆人 然后跟他们讲说 有的给了五千 有的给了两千 有的给一千 然后就跟 主人就跟他们说 我给你的这些财产 然后你出去做生意 你出去赚钱 那以后回来 那我要跟你们算账 他说 他就做了一个比喻 说天国就好像是这样 那结果呢 结果后来五千的 拿了五千拿了两千的 都按照他拿到的本金 去装了双倍的钱 回来 主人来的时候就说 主人你看你给我五千 我赚了五千 你给我两千 我也拿到两千 所以这个拿五千跟两千的呢 他们都按照上帝的吩咐 好好的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所以当主人来的时候呢 他就交差 他有事情交差 然后主人就说呢 你是什么 他说你是忠心的仆人 你是又忠心又良善仆人 那你就进来 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这是一种人 那那个拿一千的银子的人 并不是因为他拿得少 他的问题不是他拿到多少的问题 他的问题在于 他拿到以后他做什么 就那个人拿到以后 拿了一千银子 结果他什么事都没做 他把它放了 主人来的时候呢 这一千两个仆人就拿 说你的钱还在这儿 你看我给你保管 保管得挺好的 上帝在这里就用这个例子说 这是无用的仆人 要丢到外面黑暗里面 要哀哭怯齿 那这个比喻讲到说 将来要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 将来发生事情是一个审判的问题 将来一定要发生的是这个问题 这是什么 就在审判 审判台前的时候呢 上帝要对每一个人审判 然后每一个人要交账 刚刚我们前面部有讲到 神用了那个例子 对财主说 你是无知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神面前 你积攒了很多的财宝在地上 但是你在神面前 是非常的贫穷 你在神面前不富足 而且非常的贫穷 那什么叫做在上帝面前 富足 什么叫做在上帝面前 贫穷呢 那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点点 可以看到一些 在上帝面前的富足与否 是决定于什么 决定于上帝给我们什么 我们今天存活在地上 我们觉得这是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今天就是活着 每个人的寿命不一样 但是上帝给每个人 在这世界上存留的岁月 是不一样的 上帝给每一个人 在这世上的才能 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些东西 事实上都像是这个主人 给他仆人的那个基本金 是一样的 我们每一个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上帝都给了我们 该有的岁月 我们的生命 都给了我们的个性 还有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如何在这世上存活 该做的事情 还有使命 上帝事实上 都已经赋予我们这个人了 那神就借着这个例子 告诉我们说 照审判那一天的时候 在神面前富足与不富足 就在于 我们怎么样地使用神 给我们的生命和资产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 在世上的岁月 都是神给我们的资产 我们怎么样地 过我们过去的每一天 我们过去的每一天里面 有没有把上帝 常常放在我们计划里面 我们有没有常常去思考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 我们有没有好好地去思考 上帝到底让我活着 活在这个地方 给我这个才能 给我这个position 到底要我做什么 我有没有考虑到这个 那这个就决定于 这个例子里面讲说 当我们在 当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 在审判台前的时候 我们的交账 那个时候 就要决定于 我们交账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交得出来 如果我们在神面前 非常地贫穷的时候 就像这个 一千两银子的人一样 到了上帝面前的时候 他也许他在世上 非常地有钱 但是结果他在神的面前 他没有东西 上帝跟他说 我给你这些岁月 我给你这些资产 那你活的这一生 你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的呢 这个是决定于 在审判台前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神面前 被肯定是一个富足的人 然后到了二十六章的时候 耶稣说完了这句话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末世预言 还有这个天国的比喻 这些都是在星期二发生的 然后再过两天是月节 我们想再过两天 就是星期四 星期四发生什么事情呢 星期四星期二的时候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有关末世的一些事情 还有讲了一些天国的比喻 到了再过两天 就是星期四 星期四就是月节的晚上的时候 耶稣就跟他的门徒在一起 有了一个最后的晚餐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晚餐结束以后呢 当天晚上耶稣就被捕了 第二天就死在十字架上了 这就是最后 耶稣的最后的几天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 这段经文里面呢 从星期二到星期四 是耶稣最后的四天 三天四天的事情 好 耶稣在星期四 就是月节晚上 做的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这件事情就是 耶稣在吃饭的时候呢 就把饼掰开 然后又把杯举起来 然后说了这一段 当时对门徒来讲 非常奇怪的话 月节对犹太人来讲 他们就是在纪念 当初他们怎么样的 上帝怎么样的 把他们的祖先 从埃及法老的权势下 带领出来 所以在那一天 有一个月月节 在那一天呢 当时他们是受奴役的 所以都是在 法老王的控制之下 但是呢 神就应许他们说 那一天呢 上帝要释放他们 所以呢 在那天晚上 他们在吃羊羔的时候 就把羊的血 打在门楣上 所以那天晚上的时候 果然这个灭命的天使 就来了 只要是在门上 没有血的 全部都进去 击杀一切投生的 所以法老王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因为他们的投生的 长子全部都死了 所以法老王 因为这样子 不得已 就把这个 以色列人全部都释放 让他们能够出埃及 开始他们自己的国家 这个就是 以色列人 他世世代代在 在守的月节 那等到了耶稣 这个晚上的时候呢 他跟其他的月节的时候 做的事情不一样 以前做的事情 就是什么 就是吃吃羊羔啊 读读他们的经文 但是耶稣在那个晚上呢 就讲了这一段 非常奇怪的话 当然这些事情 在耶稣 在做这件事情的当时呢 门徒是没有一个明白的 到了后来 耶稣第二天 钉在十字架上 后来复活升天以后 门徒再回来 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 写下这段经文 我们就晓得说 原来耶稣做的这件事情 是在做什么 耶稣做的这件事情 就是告诉他们说 上帝要亲自地 与神重新地立约 这个新的约呢 这个新约是什么 是旧约的延伸 这看起来跟旧约 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它是一个延伸 用一个更新的方法 来让人能够 精正地与神在一起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耶稣就说 我要身体给你们 我的血要给你们 圣经里面说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因此我们人 没有办法知道明天 我们每一个人明天 都要接受一个 我们没有办法 站立的审判 但是耶稣在 最后一天的时候呢 祂告诉我们说 祂要与祂的子民立约 这个立约是什么 这个立约就是 耶稣基督要用祂的身体 要用祂的血 来替祂的子民赎罪 要来替祂的子民 来洗清一切的罪孽 以至于人能够活在明天 神所祝福的一切祝福里面 所以那个晚上的时候 耶稣就把杯举起来的时候 就跟他们讲说 这个饼掰开 这个杯就好像是我的血一样 当你们吃喝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们就要纪念我 因为我有一天还要再来 换句话说 耶稣在最后一天晚上 交代门徒的 也就是今天交代全世界的人 告诉我们说 从现今 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 这段时间 我们究竟应该用一种 什么样的态度来过 那当然 我们要面对明天 是这个晚上 这个晚餐的立约 是非常一个重要的起点 如果我们不在上帝 救赎的约里面的话 我们的明天是没有希望的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 能够在审判台前站立得住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脆 我们每一个人 在上帝面前 都没有办法交账 但是耶稣做的这件事情 告诉我们说 他用他的身体 来替我们交账 他用他的血 来替我们赎清 我们一切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这是耶稣在那一天晚上 要做的事情 结果他做了以后 在最后的时候 来告诉我们说 他有一天再来的时候 我们要跟他在 他重新建的新天新地里面 永远地与上帝同在 所以耶稣曾经讲过这一句话 告诉我们说 我们今天害怕很多的事情 我们面对明天的时候 因为面对明天 我们有很多的无知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害怕 对不对 但是耶稣讲说 我们面对明天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恐惧和害怕 是错误的 他说杀身体 不能杀灵魂的 你不要怕他们 但是真正能把身体跟灵魂 都丢在地狱里面 这就是上帝 我们应该要敬畏他 然后耶稣就最后 讲了这句话说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凡在人面前承认耶稣的 将来在天上的父面前 我也必来认他 凡是不敢在人的面前 承认我耶稣基督的 将来在天父的面前 我也没有办法承认你 这是在耶稣在最后的时候讲的 你看这两段话 非常地有意义 里面讲到说 我们怕很多的事情 今天我们对明天 为什么会有忧虑 因为我们怕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是耶稣上帝儿子 告诉我们一个 面对明天的智慧是什么呢 他指出我们一个 最基本的错误 这错误是什么呢 这个错误就是 我们该怕的不怕 我们怕的事实上 是不应该怕的事情 我们今天怕很多的事情 对不对 我们怕这个COVID-19 我们怕这个中美关系 我们怕我找不到工作 我有工作 我怕失去工作 我有房子 我怕我失去房子 我有钱 我怕我明天的钱会失去 我们怕很多的事情 等到你这些到年老的时候 你这些都有的时候 你就开始会怕你的身体 你怕你的身体得这个病那个病 你怕你的身体会不好 你怕你这个病恐怕没有治 你怕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耶稣在这里讲 我们心里面所忧虑 所怕的那些东西 都不是我们该怕的 因为那些东西 都是只不过杀身体的 顶多就是把你的身体 有一些亏损而已 那些不是我们该怕的事情 那反倒是今天人 什么都怕 就有一样东西不怕 就是不怕上帝 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今天所有的人 什么都不怕 他什么东西都不怕 他什么东西都怕 但是他只有一样不怕 就是他不怕上帝 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不轨的事情 为什么有那么多不法的事情 因为当人在做那个不法的决定的时候 他心中是没有神的 不怕神 罗马书里面讲的 今天人在罪恶当中的时候 结果就是这样 忧虑很多的事情 但从来不忧虑 上帝哪一天来接我们的时候 我在神的面前 我能够教什么东西 人从来不忧虑这个 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计划全部都是按照 我们所怕的事情来计划 而上帝告诉我们说 怪不得你的计划是错误的 因为你的计划里面 都是为了你怕的事情来计划的 而你怕的那些事情呢 事实上都是不应该怕的 这个是我们今天 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大概在两三年前的时候呢 我读了一本书 叫做《叛教者》 是一本小说 基督教的长篇小说 是非常长篇 厚厚的一本小说 那这本书呢 这本书呢是 它虽然是小说 不过是按照当时实际的情况写的 所以是记录当时的实际的情况 但是用小说的笔法写出来的 故事的内容呢 是在中国 55年跟56年 上海宗教肃反运动当中 中国初期教会的悲惨命运 以这个做主题所写的一本书 当时真实的情况 就是55年到56年 在上海发生的这个肃反运动 对宗教的肃反运动产生了 那当时呢 中共利用揭发一起 这个宗教领袖的性丑闻 从那个地方开始 然后开始造成教会内部 重要同工之间的彼此猜忌 到后来仇恨 到后来互相地揭发 最终呢 就造成整个教会系统的 瓦解的整个的过程 这是55年到56年 所发生的真实的事情 有很多的史料和信件都有 那这个作者呢 就按照这些存留下来的史件 史料呢 还有一些当时的见证人的访谈呢 就写了这本小说 里面都用的是笔名 都画名 但是你如果仔细去查的话 你可以知道 这些人都确有其人 那这本书呢 是我看的小说里面 我看的小说 所有书里面 我认为说 对我的心灵的震撼 是最大的一本书 对我的心灵非常大的震撼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主角 有一个主角 他是讲到说 他如何在教会里面被培养 是一个重要的同工 是一个重要的同工 然后他周围 还有很多其他的属灵的长辈等等 他就记载说 他在教会里面如何地成长 然后教会里面很多的属灵长辈 怎么样子来服侍主 很多很多很甜美的事情 一直等到肃反运动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就经过性丑闻的揭发开始 他开始仇恨猜忌啊 然后彼此揭发呢 一直到最后整个教会系统瓦解 他经历了整个所有过程 还有包括他在监狱里面 他里面写了几句话 非常震动人心啊 我分享给大家 他讲他里面说 他比如说他在接受 他在后期在被受到迫害的时候呢 他写了一句话 我看了以后 心里面真是那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他说呢 他说 他说我在迫害当中的时候 经历一件事情 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 就是我当时在平安的时期 就是在以前 我在教会里面 跟弟兄姐妹一起服侍 一起祷告的那种火热和喜乐 还有平安 当我在迫害中的时候 我祷告的时候呢 一点都没有发生 这是他讲的 就是说他在平安的时期 就是说在他以前 在教会里面聚会的那段时间 他有很多很甜美的回忆 在那时候怎么样热心地服侍啊 在那时候怎么样热心地祷告 那时候对主的忠诚 对主的热心 那种火热 还有被圣灵充满的那种感受 等等 他说当他在一个困难中 在迫害当中的时候 他向神祷告的时候 居然神默然不语 到后来这个人变成什么 他后来变成一个叛教者 他变成一个第一个 揭发宗教理秀的人 他当时肃反运动 他是开第一炮的 这个人现在还 以他做主题那些人 他就写了这句话 然后呢 他后面在序文里面还讲说 在那绞肉鸡的年代 人的罪性 被展现得血漏淋漓 有一些殉道者 还是有一些 但大部分呢 更多更多地成为叛教者 到最后的时候 他还写了这句话 他说命运和社会革命的大环境 逼得我无法体体面面地 在一个宗教里面信 逼得我只能赤肉敞开 在神面前 血肉撕裂地 与他结合 这是他最后写的一个结论 他说在他所处的那个环境里面 他没有办法 用体体面面的 我就从来没想到 用这样一个形容 他说我没有在那种 逼迫的环境里面 逼得我无法体体面面 在一个宗教里面相信神 所以指得怎么样 血肉撕裂地与上帝来结合 这是最后的结论 我觉得这本书 对我来讲 是我看过所有小说 事实上所有的属灵书记 对我心灵上震撼最大 因为我在想说 我今天在教会里的服事 今天在座有很多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的服事 不管你怎么活热 你祷告怎么样受感动 但是我们在迫害中的时候 他居然他里面讲说 居然上帝默然不语 他那种当初那种热情 那种热心 那种被神拥抱的那种喜乐 在他真正受迫害的时候 一点都没有 全部都消失 这是他亲笔记载下的事情 因为这种情况呢 有很多就成为叛教者 但是还是有一些成为殉道者 有一些成为殉道者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后面讲了说 今天人体体面面地 在宗教里面信 我不晓得 我觉得今天的最大的问题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看到的最大的问题 是在安逸 尤其在北美这个地方 我们都晓得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安逸 我相信今天全世界 没有一个地方 比美国更安逸的 世界各地 这个要打这COVID-19疫苗 要打一针都不容易 我们在这边这个疫苗 一天丢掉多少你知道吗 你去问问我们当中 在学医的或者是在Pharmacy工作的 一天丢掉多少 多少疫苗你知道吗 今天在这里大量的浪费 我们神经病听说 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资源 集中到美国来 干什么 让我们浪费 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资源 集中在美国 让我们浪费 因为这样才能够带动 全世界的经济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笑话 这是北美 尤其是美国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灾难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安逸 我们在安逸里面 以至于我们常常体体面面地 在一个宗教里面 以为我们相信 但事实上我们没有 那本书给我很大的震撼 给我很大的震撼 耶稣基督用他的血 与我们相交 当他的悲局起来的时候 说这是我跟你们立约的血 耶稣要跟我们建立的关系 是他的生命 他把生命舍了 来与我们建交 他用他的血要跟我们立约 那我们用什么回应呢 我们用一个体体面面的方式 在一个宗教里面 来跟他相信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今天上帝要的人 是愿意跟他以血泪来相交的人 我们到底是不是 像耶稣那种诚心 来与他建交呢 还是我们继续存留在 我们的安逸里面 浑浑噩噩 体体面面地过每一天的生活呢 上帝告诉我们说 明天是会有大灾难 但是有一部分的人 明天会更好 这些人是什么呢 这些人是真正愿意以基督 在血肉里面联合的这些 他真正的子民 我们一同来祷告吧 现在天父当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们真的只能向你 来祈求说 神啊 上帝啊 怜悯我们 主 我们 常常看见 你给我们的教训 你给我们的警告 我们置之不顾 我们仍然是 过我们每天的生活 我们照样吃喝嫁去 我们照样做我们的计划 我们照样地 行我们该做的每一件事情 主 我们认为说 我们自己的计划 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安逸 就是我今生 所谓该做的这一切 天父我们说 主求你 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 我们将要面对的 究竟是什么 让我们重新 在你面前来思考 我们究竟跟神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究竟是用什么 与你相交的 主啊 你是用你的血与我们相交 主我们是用什么 在你面前回应的 天父我们求你 怜悯我们 尤其是怜悯你的儿女 主我们不知道 这个世代还有多久 我们知道 我们不知道 那个大灾难 什么时候 也许在今夜 也许在任何时候 就会发生 我们不知道 主 但是你已经告诉我们了 当来的那一个日子的时候 有大部分人会被撇下 只有少部分的人 会被你拯救 主求你 真是让我们愿意 在你面前重新思考 我们若是还没有相信你的 主啊 这是一个机会 我们若是还没有相信你的 主啊 这真是一个机会 让我们把握住今天 让我们今天 真是能够诚心 来接受你的邀请 接受你用血 来向我们所表达的诚意 让我们愿意 今天来接受你 主 我们若是已经相信你的 主 我们也求你 给我们一个机会 主 让我们在面对这些见证 当我们今天再来重温 主 你给我们对末世的 警戒的时候 所以我们重新来思考 我们究竟是 在你里面是什么样一个光景 我们究竟是像那些聪明的仆人 还是像那些鱼丸的仆人 我们究竟是哪一种态度 来面对将来 你要到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交账 主啊 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 求你亲自成为我们的拯救 求你把我们 从我们这个虚幻的安逸里面 唤醒过来 好让我们开始 真正地在你的邪里面 与你连结 亲爱的救主 谢谢主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你的心意 要让我们每一个明天 过得更好 主 也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实能够听见你的话 就去遵守 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进入 你赐给我们 那个美好的明天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换